好 今天女生有带来礼物 给对面的三位特工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送的人 好不好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 我们问一下吴欣好了 你要送什么 来 我因为那个比较精通 于养生方面的东西 是是是是 所以今天我给男嘉宾 带来的是养生套组 就是我知道因为那个 宋仲基也不太喜欢出门 他也比较喜欢窄人 所以我就带来了养生套组 这个是在你看电视的时候 然后你可以脚下 一边按摩脚 然后这个呢 是上面是可以 积打你的穴位的 然后积打之后呢 然后可以用那个 这个桶再泡一个脚 对 但是我也有研究过 就是在做这些之前呢 你要先做一个基本的动作 把自己身上的这个血脉打通 所以我希望那个三位男嘉宾 可以跟我一起做一下 看看试一试有没有效果 好 哪个动作呢 哪个动作 好 我们试一下 预备先抬右脚 预备开始 预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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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厉备 预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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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我自己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礼物 把我带回韩国吧 机票自礼 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其实准备的就是这条那个丝巾送给你 好害怕啊 啊佳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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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佳希 不会不会的不会的别怕别怕 哈哈哈 你真的有没关系 因为那个 谢谢我谢谢 因为送中心搞不清楚我们这边的综艺尺度 然后往后退了 还没有还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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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你准备送什么呢 我准备送慧桥 好哈哈哈 浪感 怎么会送给谁呢 啊 送贝 送贝 送中鸡 你送的是什么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你的宋慧桥 为什么我说我是宋慧桥呢 这个是卢慧 这个是桥面 桥面 卢慧呢 就是当你觉得有的时候 头发干燥的时候 你又把它这样掰开 中间有一些黏黏的东西 OK是感觉到有点不舒服 但是这个黏黏的东西 抹在头发上 姿化 应该是润发 姿化 还姿势呢 好 不用憋开了啊 因为要拿回去 郭安姐应该OK吧 许安 谢谢 她这个桥面 就是把它碾碎了 就可以做面吃 所以两个人加在一起 就是宋慧桥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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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如说